由交通部观光局所举办的第二届台湾好汤金泉奖评比活动 目前正进行了网路票选 县府今天特别为江西温泉区成立了竞选总部 计划在县内各个重大交通节点来设立竞选宣传看板 号召全国民众支持江西温泉 也呼吁县民团结一致 用选票腾袭江西温泉 江西温泉属于碳酸钠泉 是台湾少见的平地温泉 目前在观光局所举办的台湾好汤金泉奖评比活动中战略第一 不过苗栗的泰安温泉紧追在后 为此县政府今天特别成立竞选总部 为江西温泉全力吹票 现在全国的排名还是暂时领先居第一名 不过后面泰安温泉紧追在后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一直觉得说 江西温泉在全国的温泉区里面 具有非常好的特色 因为它是全国唯一的平地温泉 而且它的泉质是碳酸氢钠泉 无色无味 那泡过了江西温泉之后 你会觉得说你的皮肤上面非常柔细 会非常滑 所以也有美人汤之称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县政府 帮江西温泉成立竞选总部 那后续我们会用总部的民意 持续的发布新闻 以及在社群的媒体上面 帮江西温泉来行销 同时我们也会在全县的重要的路口跟节点 为江西温泉树立竞选宣传的看待 县长林志妙指出 江西温泉是本县的天然珍宝 每年都吸引大批游客造访宜兰 希望透过这次网路票选活动 号召全国民众支持江西温泉 他也呼吁宪民要团结一致 用选票腾袭江西温泉 让宜兰的美人汤成为全台湾的梦幻金泉 今天我们成立进宣传总部以后 正式的我们要拜托所有的全国的好朋友 而且宜兰县的县民 宜兰官的我们这些乡亲社团 可以来导入我们这个大卡的温泉 寺庙代表宜兰官45万3千个乡亲 来拜托所有中国的好朋友 来导入我们大卡的碳酸金泉 大卡的温泉最快赞 最快健康 我们说最快有观光夷得 而且这个温泉无色无味 非常的赞 拜托大家来到我们大卡温泉 我们的票选活动 这项网路票选活动 自即日起到3月31日中午12点为止 只要拥有脸书账号就可以参加投票 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投7个温泉区 台湾好汤头潮溪 潮溪温泉赞 拜托拜托 老大卡温泉赞 宜兰新闻记者 来福星采访报导 正好 红冰 queer